台东县将于106年3月1号起推动减速程式 呼吁民众购物自备购物袋 拒绝购买过度包装产品 不使用一次性产品 塑胶袋重复使用 即使用透明垃圾袋 改变生活习惯 降低环境负担 真正要减量 真正要让塑胶袋少用 其实是从每一个人的习惯 生活的习惯要去改变 那当环保局跟我们乡镇的清洁队 可能我们乡镇的相关的单位 必须要扮演黑脸的角色 因为没办法 这个不能不做 比方说从7月1号开始 刚刚讲的 很多的小吃店餐厅里面 如果还继续用塑胶的碗汤匙 还用免洗块 那对不起 可能真的要开始开发 因为这个也讲了很多年了 如果再不这样做 我们可能真的 就所谓的爱护地球 我们保护环境 就流于口号 环保署预定于106年7月1号公告 将购物用塑胶带管制对象自7大类增加到14大类 维持付费取得机制并取消厚度管制 且要求于购物用塑胶带上或提供厂所中标示鼓励重复使用及妥善回收的宣导文字 预定于107年1月1号实施 正式开罚1200元到6000元 刚才我们在记者会有讲到 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 被扩大成14类 比如像我们这个书局 面包店 饮料店 还有药装店 这些都会受到影响 那民众会有疑虑是说 那都不能有塑胶东西吗 不是 是购物用的塑胶带 如果产品本身包装的那当然OK 它是必要的包装 但是我们希望不要过多包装 所以未来这些购物用的塑胶带 不能再免费索取 店家也不可以免费提供了 1月1号开始我们正式会开罚 最高会罚到6000块 那第二个是我们透明兜色带 透明兜色带是为了要方便我们清洁人员 不要像以往这样迫在机场 造成民众观感不好 让它一目了然 你垃圾有没有分类好 我们做好资源回收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然是资源在利用是很重要 我们地球资源有限 但更重要是我们来垃圾减量 从源头来减量 那这个在3月1号开始 我们会用宣导到6月底 7月1号开始 我们依照我们的废清房 50条会开房 一样是1200到6000元 3月1号起台东县 希望民众全面使用透明的垃圾袋 若使用不透明垃圾袋 垃圾车有权拒绝收取 刘瑞文黄青海采访摄影 中文字文字幕組同步 一些预算 TeX 中文字幕机 解 scares